谢欣与阿祥当街勇稳被活歹 不沦练就此曝光 两人形象全毁 也被迫停工两个月 近期两人都已回到工作岗位 虽然谢欣进度落后阿祥一大劫 但也展开新生活 回顾过去这段人人喊打的低潮时期 谢欣自曝曾接受主持人历经的惊援 让他感动到躲在棉被里痛哭 谢欣今日在脸书上表示 6月时应爆出偷吃阿祥事件 让他决定远赴印度当志工 在救援同工的组织里教书 不仅是违避风头 也想借此沉淀反省 但却被网友酸是在赎罪 就算想远走他乡 不过现实面是经济早已出现问题 不过当时历经却向他伸出援手 那你屡费够吗 要不要我帮你出 屡费这块我来处理没有关系 你就好好的沉淀反省 其他的不用担心 谢欣坦言 当时窝在棉被里的他 因为这份心意感动大哭 谢欣说 后来用自己为数不多的积蓄之印 了那段自我反省放逐的旅程 但历经一旧慷慨解囊 为了那些素未谋面的印度同工捐了一笔巨大的物资 文莫谢欣也非常感谢 历经这位永远的好姐姐 天文艺po出后 许多网友纷纷留言 雪中送炭的恩情必须感恩到入土为止 换难见真情 行动支持与关心很温馨 我们总是在低潮中 见证到最真的友谊要珍惜感恩哦 但却也调出好友陈怡留言 历经 我要去欧洲感觉旅费可以找金姐申请就好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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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